我现在来介绍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f of x的话呢 这个x的话呢 是放在这个数字的上面 那这种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是指数函数 这个2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叫做指数函数的底 叫做base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它是怎么对应的呢 函数就是一种对应关系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把x的话呢 是0的时候会对应到几呢 是1 2的0次方是1 那这个地方如果是1 那同学知道这是要填几呢 2 那如果是2呢 这边要填几 2的2次方是4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3呢 那这边要填几呢 2的3次方是8 那么我们的话呢 再进阶的来说的话呢 如果这个地方是负1 各位同学的话知不知道这里应该填多少 2的负1次方 同学应该要知道了 负的次方就叫做分之一 这边就变成了二分之一 我们造成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应 那这个对应的话呢 是一个1对1 而且是印成的对应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 既然它是一个1对1且印成的 那么它就一定存在一个反函数 反对应回去 这个叫做指数函数 那么我们反对应回去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看对应回去会怎么样呢 对应回去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写一个负1 这个次方的上面写一个负1 这个字各位同学不要念F负1哦 我们要念的是F inverse 它的意思就是它的F的反函数 我们给它一个定义 叫做L-O-G log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底 这个底是2 这个底就是2 那么我们这样对应回去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把8对应到3 把4对应到2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算了 我们做简单的一些运算 log 如果是2为底 我们写在下面 4各位同学知道是多少吗 4对应到几 2 我们的话呢 再来问问看各位同学 8这是要几前几呢 8的话呢 log2对应到 8的话会对应到几 3 那么各位同学想一想 这是不是怎么算的啊 这个3 8是2的三次方 那么我们顺便考考各位同学 如果说这里是写32 那么请问同学的话呢 应该要填几呢 应该要填 5 没错 那么我们的话呢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log2 如果说你看到的这里是1 那各位同学这边要填几 如果这里是1 各位同学想一想 1对应到几呢 1是任何数的零次方 这边要填的是零 现在我来看一下 我们换一个底来试试看 这个也是一个指数函数 但是的话呢 它的底是10 那我跟各位同学说的话呢 这个10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比较重大的 因为以10为底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10进位 我们习惯10进位 10为底的话呢 它的反函数的话呢 这边也是10 我们称这种对数叫做常用对数 这是有很多的应用的部分 那我们以后会陆陆续续的教各位同学 那我们来看看它对应的状况 0对应到1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底是多少 0都会对应到1 然后1呢 对应到10 2对应到 大家来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发现 10的二次方是100 它们增长得非常的快 那各位同学再看 3是多少 1000 它增长得非常的快速 它这边只增长了 123 这边就增长了100 1000 这很快很快 来我们再看看负1 那么这边的话呢 一样的我们练习一下 这是几呢 10的负1次方是十分之一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log10 它的话呢 这个10指的是它的底 叫做base 那这个1000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帧数 那么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多少 是3 那么进一步来说 我们的这个底绝对也不是只有10 只有2 我们的话呢 可以做任何的题目的当做 当做我们的底 只要这个底 这个底的话呢 我们只要是正的 不要1就可以了 因为1的话呢 当底的话呢 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练习一下 如果这个底是7 那这个地方是49的话呢 同学能不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答案要多少呢 那不熟悉的同学 你们千万不要写7哦 7749 它绝对不是除法 是49是7的几次方呢 2次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试一试 如果这个题目是log 5为底 这边是125呢 那么同学的话呢 知不知道它答案是多少呢 它的答案是3 刚才我们说到指数函数 它的话呢 增长得非常的快 那我们来看一下 y等于2x 我举这个例子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它的话呢 是一个增长极快的一条曲线 那log呢 它的一个反函数 它的反函数的话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 它的图形的话呢 是对称在y等于x 这个45度角线的 它是一个相互对称的 它也是一个增长极数 但是它增长得非常的慢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如果说这个底的话呢 不是2 不是3 不是10 如果底的话呢 比1还要小的话呢 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应关系 如果说它是0.5 我们举这个例子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0.5的话呢 我们不习惯这样写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2分之1的x四方 这样子如果同学觉得比较习惯的话呢 这样的写也OK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应的关系 左边的话呢 0的话带进去 它会变成了2分之1的0四方 它还是1 那1带进去呢 2分之1 2带进去 变成了4分之1 3带进去 8分之1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是不是随着x越来越大 它反而会越来越低呢 所以它是一个减函数 越来越低的 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log log的话呢 它的对应的话呢 也是颠倒过来 它也是颠倒过来 它也是颠倒过来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顺便把这个地方填满了 负1的话呢 是多少呢 负1反而会变成了2 负2呢 反而会变成了4 这个地方变大 这个地方越小 它反而会越大 我确定它是一个减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准备去看看 如果说这个底是比1小的话呢 它的图形是长什么样子 y是等于2分之1的x次方 它的图形的话呢 刚才我们的话呢 用了这个函数的这个数字 去验证了以后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减函数 它的话呢 减函数的情况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越来越接近x轴 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y等于2分之1的x次方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随着x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话呢 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2的无限大 会变成无限大 所以它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它会越来越靠近0 所以当x次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越接近0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水平线就是我们所谓的渐进线 那log来说的话呢 它的反函数 它也是一个减函数 那一样的道理 它是对称于这个 y等于x的这条45度角的这条线 那么这两条线的话呢 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了 就是说 当底数是小于1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减函数 当底数是比1大的时候 它通通都是一个增函数 这个图形的话呢 是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